这只眼睛只看他自己想看的东西 而且还由于双眼合一使得看到的东西变得更加的扭曲和偏执 因此这也是一只放弃了客观性幼稚无稽的独眼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幅奥迪龙雷冬的作品 独眼巨人 先来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信息 这张画创作于雷冬的第二时期 也被称作色彩发现时期 独眼巨人这幅作品是一幅板上游画 创作于1898年至1990年期间 它的尺寸宽51厘米,高64厘米 现收藏于荷兰奥特卢科罗勒米勒博物馆 独眼巨人这个形象相信经常玩游戏 或者喜欢希腊神话的人都不陌生 他们是泰坦族的一种 是非常上古就已经存在着 虽然在很多游戏里边 他们的形象都是拿着大石块 然后去抛敌人 感觉是很原始很野蛮的 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种族呢 是掌握着非常高超的工匠技艺的 在当年宙斯推翻他的父亲 农神科罗诺斯的时候 宙斯就是去寻求他们的帮助 让他们来帮助自己一起来推翻他父亲的 当时他们给予了宙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后来非常有标志性的宙斯拿在右手的那个闪电 这个闪电实际上就是独眼巨人给他制造的 不仅这个闪电 然后像海皇波赛东 他手里拿着那个三叉戟 实际上也是独眼巨人给制造的 此外可能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就是冥王哈迪斯 他有一个头盔 那个头盔戴上之后是可以隐身的 不知道魔戒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戴上之后就隐身 这个也是独眼巨人给制造的 但另外一方面 古希腊诗人河马确实认为 独眼巨人之间是存在着同类相识的情况的 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种族 说到这里 我倒是想到 你看那个前些年比要火的紧急的巨人里边 他的巨人 你看也会就是非常多的存在这种相识的情况 包括你看后来的那个 独眼巨人 也非常喜欢干这个扔石头这种事 可能就这些设定 其实都是还是源自于 希腊神话里边 关于独眼巨人的这些设定和描述吧 那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来看一看独眼巨人这张画 繁花盛开的原野中 一名年轻裸体的女子正在酣睡 独眼巨人从背后的山脉之间 探出头来窥视着女子 整幅画面仿佛梦境一般 她的颜色与她的形体全都交融在一起 非常的暧昧隐晦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女性的面部是模糊不清的 再往下看 她的脚已经开始跟大地整个融为了一体 天空中密布的云彩 从颜色到形状看起来也非常的奇异 然而这个巨人 她的轮廓却非常的清晰 那只漆黑的大眼睛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画面里边最核心的部分 但虽然身材庞大 却拥有着一张浑圆的娃娃脸的巨人 表情悲切中带着一点阴切 她静静地佇立在原地 看起来不带有一丝的攻击性和威胁性 然而即使这个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张非常人畜无害的脸 却在这个画面里边 有某种令人击败发凉的不安感 像毒物一般缓缓地侵袭着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安呢 为何我们能感觉到一种携带着粘腻气息的恐怖 其中一点自然来源于那极端的身体比例 与沉睡的女子相比 独眼居人的身躯宛如支撑着大地的居住一般庞大 自古以来 人们在潜意识中就将超越常规的巨大躯体 与野蛮的自然力量 还有未开化的野性 叠加在一起 在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中 巨人往往都是英雄的禁地 是必须被打倒的残酷的自然的化身 时至今日 人类仍然忌惮于那种来自洪荒远古的破坏力 就好像宁静的河川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波涛汹涌的激流 万古如一的山脉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火山喷发一样 此刻固然老实安分的巨人也蕴含着强烈的野性 也许在转眼之间 他就会露出他凶神恶煞的那一面 更糟糕的是 他是个独眼龙 假如他瞎了一只眼睛 那我们可以想象 他跟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父奥丁一样 是为了获得智慧牺牲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但是他显然情况就不太一样 从他的这个动作 还有整个脸上的这个神态 我们来看 我们来想象一下 他的主人实际上是一个天天沉溺于偷窥的人 他的双眼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向中心靠拢 最终合并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眼珠 嗯没错 这其实就是一只疯狂而恐怖的独眼 这只眼睛只看他自己想看的东西 而且还由于双眼合一 使得他看到的东西变得扭曲偏执 因此这也是一个放弃了客观性 幼稚无稽的独眼 库克洛普斯源于希腊语的原演 据说当年天宫之神乌拉诺斯 无法接受如此完美的自己 怎么会生下这么丑陋的生物 于是就长期把他们监禁在了地底下 很讽刺的是 后来他的孙子宙斯 又解救联合了这些地下的独眼巨人 推翻了曾经推翻自己的他的儿子 回到画面上 画中的这个主人公是库克洛普斯中的一员 叫波利菲谬斯 他居住在埃特纳火山的洞穴中 某一天偶然遇见了海洋女神加拉底亚 于是就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狂热丹恋当中 然而肤白貌美的加拉提亚 早已经有了一名叫埃西斯的人类帅哥男友 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波利菲谬斯这种宅男放在眼里 即便如此 波利菲谬斯的心中依旧燃烧着绝望的爱火 四处寻找着加拉提亚的身影 而雷东的这幅作品中描绘的正是苦连着仙女的波利菲谬斯 从阴影中窥探着这个熟睡的加拉提亚的场面 可能大家也察觉到了 这个故事中绝不可能出现什么小人物成功翻盘的大团圆结局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波利菲谬斯为了讨得女神的欢心 后来就一直给加拉提亚送各种礼物 像比如水果乳制品什么的 但是女神当然不为所动了 这个过程中波利菲谬斯也就变成了一个偷窥狂跟踪狂 直到有一天他在跟踪偷窥女神加拉提亚和他的男朋友 埃西斯在海边优惠的场景的时候 两个人不知道做了什么 总之让当时偷窥的波利菲谬斯度火中烧 勃然而起 举起了一块巨石扔了过去 女神加拉提亚他逃入了海中 逃过了一劫 但是凡夫俗子的人类埃西斯 很可惜一命无呼了 之后相传是加拉提亚的作用 也有人说是其他神的出于怜悯 把这位帅气的西西里小伙 变成了泉水神 并化作了西西里的一条河流 现在也有这条河流就叫做埃西斯河 这里说句题外话也是另外一种传说 是说波利菲谬斯实际上和加拉提亚曾经结合过 咱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结合的 总之他们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做加拉托斯 后来成为了安纳托利亚的加拉泰国王 这个加拉泰呢 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 关于加拉泰人 在此刻信条起源里边也有过出现 当爱情变成恨的那个瞬间 只能看到扭曲世界的独眼 不懂得自知 不知道如何忍耐 他忘记了自己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只顾着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其实波利菲谬斯并非认不清现实 自己与心中的女神光从体格上来看 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 他很清楚 自己与他就宛如是粗俗和优雅 丑陋与优美一般 在任何一点上都是绝对的良机 可即便是如此 他满心满眼的依旧只有他 除了将他占为己有的这个念头 波利菲谬斯的脑袋里 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他绝不能忍受自己被拒绝的现实 因而他怒火中烧 变得非常的危险 狂暴 其实说到这里 我想到了后来有一个文学形象 也是非常活跃于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里边的一个形象 那就是弗兰肯斯坦的这个形象 他的身体虽然是成年人 非常的强壮有力量 但是他的智商跟情商 还完全是个小孩子 那波利菲谬斯他就完全没有反省之心 对于他亲手杀死的人 他也未曾有过一丝的愧疚或者悔意 甚至连心里的怒气 可能也随着情绪发泄完毕之后 消失殆尽了 虽然对死去的埃西斯来说很不公平 但事实上波利菲谬斯在杀人之后 并未遭到任何的惩罚 话又说回来 也许想要惩罚一个像他这样的家伙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的吧 在美术史上 这个神话故事被很多的画家 就是陆陆续续的搬上画布 波利菲谬斯的形象也千奇百怪 各有千秋 其中最具有独创性的还是得当属雷东的这幅独眼巨人 在十九十季末象征主义的风潮中独树一帜 一心追求独创画面的雷东 站在心理学角度上 诠释了波利菲谬斯的扭曲爱情 在画面中塑造出了非常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 画家对于波利菲谬斯那双犹如黑洞般的独眼 以及那颗生硬的安在成年人特有的粗壮薄镜之上的 稚嫩的圆脑袋没有做任何写实的处理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浪漫色彩都彻底省略 刹那间波利菲谬斯的野性痴情 偏执单纯 悲伤以及恐怖之处怨然至上 令观众感同身受 在本作中 与其说独眼巨人是神话故事中的登场人物 倒不如说 他是那些只懂得偏执至爱的人的聚合体 在陷入爱情时 如果无法把握自身与对方的距离的人 确实是容易让人生厌的 然而对这些不懂得用别的方法去爱的人来说 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出早已写旧的悲剧呢 本作中 这个心怀无穷眷恋与无尽绝望 偷偷偷窥着自己心中女神的波利菲谬斯 在散发出恐怖气场的同时 也是令人怜悯的 一方面 因为他虽然拥有成年人一般的成熟的身体 但思想却仍然是一个孩子 另一方面 我们能从话中感受到 他对于加拉提亚的爱固然是纯洁真挚的 但表达爱情的方法却糟糕透顶 那么雷东为什么要用这个大人的身体和小孩的头脑 来表现波利菲谬斯的绝望爱情的悲剧性呢 要谈这个 我们就必须先追溯一下雷东本人的人生经历 据其本人撰写的自传式散文集某个艺术家的自白记载 他在出生仅两天之后 就被送到了所谓的蛮荒之地寄养 这其中也许隐含着什么复杂的缘由 但至少雷东相信 这是为了让他与母亲疏远的故意安排 当知道哥哥在家中享受着父母亲的爱成长的这个事实后 揣测变成了确信 接下来接养在乡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然而雷东却并没能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 反而被送到了担任地方官的老伯父家中 在古老阴森的大宅里 就这样爹不亲娘不爱的长到了11岁 雷东在书中如此描述这个寂寞无边的流放地 我彻底理解了自己过去创造出来的那些悲伤的艺术品 究竟出自何处了 那是一个最适合开设修道院的地方 那是一个身在其中便能拥抱孤独的偏远地区 那里是多么荒芜 因为那里一无所有 所以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想象力才能活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寄养地为画家日后的超群想象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个悲伤而虚弱的少年肯定过得并不快乐 所以即便真正回到了父母身边之后 他也已经不再相信有人会爱自己了 我们可以看到雷东还说过 我一心追求黑暗 对于将自己隐藏在大窗帘后 房间内的灰暗角落 以及儿童房中的行为 我体会到一种奇异的愉悦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雷东也许就是在这些暗影中 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曾经抛弃自己的母亲吧 与遭到父母厌弃 被囚禁在地底的波利菲米尔斯一样 感到自己被母亲遗弃的雷东 在绝望追寻母爱的同时 从窗帘后边 房间的角落里偷偷窥视着母亲 是否也让他体会到了一种奇异的愉悦感呢 把自身隐藏好 随意地观察对方 不正是对对方的一种变相的战友吗 他完全不相信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获得爱 因此他只能用偷窥的方法来得到对方 雷东在阴影中注视着自己心爱的人 极其专注 也许在某一天 他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双眼 因为权力的注视而重叠在了一起 所以当他知道了波利菲米尔斯的神话故事之后 一定从波利菲米尔斯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吧 喜好孤独的雷东生于1840年 是莫奈罗丹的同龄人 而次年雷诺阿与莫里索也出生了 莫里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她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女画家 出生于富有的官吏家庭 后来嫁给了著名的画家马奈的弟弟 那么看到以上这些位大师的名字 各位应该已经猜到了 没错雷东他就是这样一个 在欧哥光影与色彩的印象派主义的全盛时期 仍然坚持着画着一些乌漆抹黑的木炭画的怪人 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漂浮在空中的脑袋 还有眼球死亡漩涡 还有仿佛是异世界的那些古怪动植物 这些仿佛天外之物的东西 非常深受象征派的诗人 斯凡特·马拉美等人的赞赏 终于在将近60岁时 雷东的真正价值获得了社会大众的肯定 而在此之后 他的作品开始变得五彩斑斓 仿佛雷东终于把黑色的栓塞 从自己的脑中拔了出来 色彩也随之喷涌而出 这幅独眼巨人就是雷东在逐渐脱离黑暗 孤独的死亡这一过程中绘制的作品 也就是开头我们所说的 他的第二时期色彩发现时期 虽然还称不上缤纷绚丽 但用色的确比过去的作品增加了许多 虽然带着神秘的幻想气氛 但这幅画也充满了人性之光 至少作为观者 我们能够对波利菲缪斯的故事产生共鸣 而且可以像是这样的描绘波利菲缪斯 也说明雷东已经可以客观的看待自己 也许在完成这幅作品后 雷东终于可以摆脱自己 幼年时期的痛苦心酸的阴影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雷东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已经58岁了 看起来不花上大半辈子的时间 实在是也很难治愈内心的伤痛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是约在1885年至1910年左右 在欧洲文学界和视觉艺术领域 一场颇有影响的运动 象征主义摒弃客观性 偏爱主观性 背弃对现实的直接在线 偏爱现实的多方面的综合 旨在通过多亿的 但却是强而有力的象征 来暗示各种思想 我前面说的这一大段 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不像是人话 在通俗一点的解释来说 它的基础是一个神秘主义 信仰那种理想的彼岸世界 对象征主义来说 重要的是反映个人的主观感觉 使个人从现实中超脱出来 把它引向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世界 所以在象征主义的作品中 所能感受到的只是形象的抽象性和不稳定性 是那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含义的朦胧灰色 我们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这个名字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那你可以连同这个名字再搜索吻这幅画 你一定见过的 还有如果看过皮克斯的《寻梦环游记》的朋友 一定对里边带着猴子的那位女艺术家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是著名的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 有人戏称是他和墨西哥肌肉九二 还有毒枭一起撑起了墨西哥的半变天 墨西哥五百元纸币上甚至印的就是他的自画像 他在1926年的时候画了第一张自画像 从此之后便开始了用绘画记录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画的就是自己的现实 而他在读过了短暂而又激烈的一生后 只留下了一句话 那就是 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 而我希望永不再来 最后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 他的名字叫李金发 他是一位客家人生于大清年间 是中国的第一位现代主义诗人 同时也是雕塑家 艺术教育家 后来还做过中华民国的外交官 李金发被当时的文坛称为诗怪 他的诗基本都是在1920年至1928年间写成的 一般以向古矮淡 瑰丽 新奇 结构晦涩朦胧 审美上借西方象征主义 以丑为美 以丑对应的理论 常用神秘死亡 悲哀为主题 句法上以西文的语法 加上文言文的著词 他的诗的风格打破了早期白画诗 单纯直白的单调性 周左仁称奇的微语是诗界的别开生命之作 朱子清在中国新闻学大戏诗集中评价他的诗是 要表现的不是意思 而是感受和情感 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 他却藏起那串 你得自己穿着敲 不缺乏想象力 但不知道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妾 还是母舌太生疏 句法过分欧化 教人像读着翻译 又夹杂这些文言文的参词著词 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读一下 李金发先生的这首《有感恩》 大家来感受一下 同时也作为今天的结束 如残业渐血在我们的脚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小 半死的月下 宰阴宰割 猎猴的阴随北风飘散 我猜你不知道这个护友是什么 其实就是窗户 使其羞怯 争辰蒙其可爱之言了 此是生命之羞怯与愤怒吗 如残业渐血在我们脚上 生命便是死神嘴边的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